千秋这么战 大家好我是武藤游戏 那刚刚奋斗完最后六个小时的巅峰赛 以及刚刚这个两个小时的排位之后呢 现在其实眼睛是有点酸到有点脏不开了 但是我觉得这一个小时整体来说打起来算是满开心的 那也可以感受的到一件事情 就是 就是冠高玩家的人数 我觉得有明显的在这个赛季 有变多的这个倾向 就是很明显啊 不管是最后一两天的巅峰赛的玩家 或者是这个赛季 你在打排位的时候 你其实可以感受得到 多了一些没看过的名字 那有可能是一些老玩家的回锅 或者是一些新进玩家 等等之类的都好 那当然玩家多 所以这个会玩的比例 就又下降了 这很正常 因为有一些新进玩家 或者是回锅玩家嘛 他们要去适应现在角色的一些锅点啊 现在的角色进攻招式 都比以前复杂很多 那那个锅点也比较难抓一点 所以这个赛季 你在打单排的时候 或许你会觉得 好像配到比较不会防守的 的队友好像更多了一点 所以会比较难打 但我觉得整体来说 玩家人数变多 然后最近冠高的这个热度也有提升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蛮值得开心的 因为坦白说啦 我们也不知道冠高能够维持到什么时候 搞不好下一个赛季就是最后一个赛季 也说不一定 那其实就是且玩且珍惜吧 那我觉得 虽然这个赛季巅峰赛没有顺利能完成三连霸 但是看到很多玩家竞争 一起想要拼第一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这样拼起来其实很好玩 就是对我来说 我更喜欢就是大家竞争的那种感觉 那大家就是努力去拼嘛 不管最后结果有没有达成 但至少你过程中努力付出 大家都是有看到的嘛 我觉得这件事情就很值得大家开心 像花之丸也是拼到最后 虽然没有能够完成前两百 但至少他也是尽力的嘛 那我觉得这个就很棒啊 就是大家都会想要看到的一些竞争之类的 好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也在这边祝大家这个 父亲姐快乐啦 感谢大家这个 这个就是最后一天电风赛的这个收看也是蛮多人的哦 大家都没有出去过父亲姐大家都在拼电风这样子 那这个 呃 就是我在YT也开台了一周年 也感谢这一年以来就是所有观众跟粉丝的支持 然后以及鼓励这样 那未来的一年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指教 我在打比赛的时候 就是我在打不管是排位啊 或是遇到 有时候我可能遇到某些玩家 可能会说他可能哪边没做好这些 这些其实我都没有要针对那一个玩家 通常我都是讲的是你场上的一些表现之类的 那如果这边有不小心冒犯到谁谁谁之类的 这边就是跟大家说声抱歉 但基本上啦就是跟我在带粉丝一样 很多时候其实我讲你哪边做不好 其实都不是要骂你或者是责备你之类的 就是可能提出来这几个点 那你如果做修正的话 你可能会玩得更好 可以调整得更好之类的 那当然我自己有一些失误这个部分 呃我自己没做好的部分 我一定都会承认的 就是我对大家或是对自己的这个态度都是一致的 我不会说我今天失误我就不讲等等之类的 那这边也是跟大家说一下 其实如果我有讲你哪边做不好 不要担心 下一场你如果做得好 我一样会夸奖你 我觉得我的标准都是很一致的 就是你玩得好一定会夸奖你 就是像遇到一些防守做得很鬼啦 然后强度很高啊之类的 很亮眼的表现 我都会夸奖 我知道很多人玩这个游戏 其实都是想要被夸奖 被称赞 这个很正常 因为毕竟这种竞技游戏 想要看的是什么 想要看的是你秀的防守啦 或者是你很华丽的进攻 然后打得很有效率啊 等等之类的 这些东西你当然你做得好 大家一定看在眼里 大家一定都会夸奖 那假设你今天防守可能做的没有那么到位 可能比方说 可能一球两球还没怎么样 我可能还不会说什么 可能三球四球 那每一球露了一整场 那多少会被人家点到名字 我觉得这些都是很正常的 那也希望大家 不要那么草莓 就是被讲什么 其实那个都很正常 就像你今天你像举例好 NBA球星打不好的时候会怎么样 被人家嘴 被人家说 啊你年薪领这么多 这个身价怎么打成这样子 那他打得好的时候 自然而然也会有很多夸奖嘛 就是很正常 就是篮球比赛也是这个样子 那灌篮高手这款游戏也是这样 当你在场上你发挥的很好 就是你可能防守至少 该做的都有做到 其实大部分都不会说什么 通常人家会提出来 都是那种比较严重的漏房好几球 就比方说可能一场 漏三颗以上啊 那干扰整场都踩不到 那个东西被人家讲话 我觉得或多或少 这些都是难免的 但有一些玩家他会说什么 啊我就是轻松玩游戏啊 玩输又不会怎么样 当然 今天假设大家认真玩 有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 玩输这件事情 我当然觉得不会怎么样 又没差 那输可能真的是对手太强 但假设你今天是一种那种 整场漏光光的那种 那你好好像也很难说什么 输又不会怎么样 这种话 坦白说啦 就是我觉得轻松玩游戏 这件事情是OK的 但有时候你不要想说 就是我想玩谁就玩谁 我想漏房 我想放推 摆烂就摆烂 但你这样做的行为 其实是偏向很自私的 那也希望我自己一直以来都是 希望灌高的风气可以越来越好 至少不要他妈动不动 就一直刷表情啊 然后摆烂放推的一堆啊 那这样子这个游戏 只会加速倒掉而已 就像我刚刚前面讲的 就且玩且珍惜吧 那或许你在这上面 也可以找到一些很不错的好朋友 就因为这款游戏而认识一些好朋友 那也是很棒的啊 就是大家可以一起玩之类的 当然有一些玩家 他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 可以专精技术之类的 所以可能实力没办法提升起来 可是我觉得有时候 假设你知道自己真的没有做好什么 有时候就是跟队友说声抱歉啊 自己漏房啊什么之类的 我觉得这些东西 其实大家大部分都能够体谅 也不会说真的那么严格这样子 好那 呃最后啦 就是也是蛮开心的 因为新的赛季就是明天即将到来嘛 那我在昨天的直播 也有跟大家讲过 就是我新赛季会有一个单排挑战赛 那这个单排挑战赛呢 就是算是给大家一个鼓励啦 因为我知道很多玩家 大部分都是以单排为主 那我想说就透过这种鼓励的方式 那我们新的赛季呢 首先呢 是你要有订阅我YT频道的 然后第二个是你要加入我的这个社团 就是我冠高的社团 那这个游戏规则是什么呢 就是在新赛季的第一个月 就是8月9号开始算到9月9号结算 那这一个月里面你的前100场必须都是单排 就必须都是单排这样 那到时候你就可能打个20场 你就这样子这样滑 你就这样滑露营一下 让我看一下 哎对你都是单排 然后你到100场的时候 你就点自己的个人资讯 然后点开新赛季的这边场次100 然后你截图这张图给我看 那要参加这个比赛你必须要全程都打开这个战机 不能够关 因为不知道你会不会私底下想要搞一些什么 但这个奖金就是小小的奖励而已 奖金不是特别多 那就是第一名呢会有一千块 那第二名会有五百块 那第三名会有三百块 那这个第四到第十名呢都会有一件188的球衣 我们比的就是胜率 那为什么要比胜率呢 因为假设今天是比胜率 有一些逆风的局 比方说输个两球三球 你可能就会觉得说 哎其实还有机会可以试着挽救这场比赛 是试着去拼个防守啊让自己更进步 那这样子你也不会动不动就想要放弃比赛啊 动不动就摆来放推这样 那主要办这个活动也是希望可以鼓励大家 就是有一些逆风的局 你还要尝试着把它打回来 那这个东西最后结算的时候 就是会有这些奖励 那如果你想要报名的话呢 你可以来申请加入我的社团 那我的社团ID在这边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好不好 那这个东西算是我额外bonus给大家的 因为我知道大家打单牌有时候都很辛苦 可能遇到一些被戳的啊 就是挂泥机的啊等等之类的 那大家都是一样的条件 那报名的条件是什么呢 就是你必须要在 呃 这个赛季是传奇结束 就是你至少要在新的赛季 是明星5开局的 为什么是明星5呢 因为明星5呢 就不会打电脑 那就不会有公平性的问题 不然有人说 我主播我从主力开始打前面都电脑好爽一直赢 那这样子就会避免掉一些不公平的状况嘛 那我相信其实 在上个赛季要达到传奇不是一件太难的事情 好 那这个是我一个主要的活动 那之后可能也会多一些活动在我的社团里面 如果你有想要参加就是算是回馈给支持我的观众跟粉丝们的一些福利啦 那假设是香港的一些观众的话 他可能 这个金额太小 汇款也不方便 那我可能就会以球衣的形式 然后给你做奖励这样子 好 那我是武藤游戏啦 新的赛季也请大家多多指教啦 就是 这个 也感谢大家多多支持 那我也会继续努力的 那基本上呢就是会陪伴大家到这个游戏结束为止 好 那我是武藤游戏 如果喜欢我的话就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加分享啦 感谢大家 拜拜